前段时间 一年一度的威尼斯电影节开幕 受邀出席现场的巩丽 不为楼叶新片蓝芯大剧院 却为一组机场街拍 突然霸榜热搜 途中 54岁的巩丽 身着黑色紧身上衣 灰色包臀短裙 正阔步向前 同样挺拔的丈夫相伴在旁 两人双手紧握 羡煞旁人 观众对于90年代 风格各异的美人们 似乎总有一股子执念 隔三差五刷屏的 仍旧是一席红衣 口雕纸牌的秋书珍 大话西游里 笑颜盈盈的朱音 潇洒纵隐的林青霞 但关于时光不复美人的幻想 似乎只在巩丽的身上 得到了印证 不一昧追求少女感 也不害怕皱纹和老去 专注电影精进演技 不曾走下神坛 没有太多社交属性 始终保持一个演员的神秘 但今天我们要聊的 不是巩丽 而是更早之前 同样因为一张照片 而悄然登上热搜的女人 与巩丽在电影节被拍 形成鲜明对比 身着蓝色衬衫 黑色长裤的她 不是走在红毯上 而是走在购物买菜的路上 普通呢不能再普通 与你擦肩而过 都不会留下什么意象 就是这样一个平庸的大妈 细数她曾经的履历 却让人责舍 13岁出道 15岁即在日本登顶 20岁火遍亚洲 21岁在演唱会上宣布退影 毅然决然选择 相夫教子的生活 江湖上不见她的踪影 却少不了她的传闻 我曾在张国荣主演的电影 《金玉满堂》中 看到对她的致敬 她的人生 以帮助梅艳芳 找到自己做人的目标 作为中国引入 第一部日本电视剧 《血液的女主角》 高晓松说她一下子 征服了全中国所有少年 年轻的读者 可能无法对号入座 这是谁 但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 定会脱口而出 山口百惠的名字 没有人曾忘记她 就在前不久 向往的生活这档综艺里 黄磊看着年轻的张子峰 仍旧忍不住夸赞 妹妹有点像山口百惠 即便传奇如巩俐 一开始也曾占几分 样貌似她的便宜 更别提各种 小山口百惠之称的明星 从中国到日本 几十年的审美 仍旧以这个女人 为终极样本 如今山口百惠六十岁了 因为一张照片走下神坛 网友也好 媒体也罢 都感叹她的青春不在 粉丝一耿耿于怀 她为爱退隐 从她十五岁 接下名作电影 《伊豆的舞女》 与丈夫三浦有何初识 这个选择和结局 似乎就成定局 山口百惠 是真的很明白 自己的人生该怎么过 让山口百惠 一夜成名的电影 《伊豆的舞女》 现在看来 难免有些本色出演的味道 电影改编的原作小说 比起电影更为出名 毕竟是日本首位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川端康城的作品 翻译到中国来 更被夸为描写 世界上最美丽的初恋的故事 秉承着日本文学的 细腻与唯美 这个故事 一简单到不能再简单 青年学生川岛 前往伊豆旅行 图上遇到一群流浪艺人 并与其中一位舞女 暗生情愫 但就像绝大多数的初恋 虽刻骨铭心 但还是彼此生命的过客 一场邂逅的终点 仍是分别 当送走川岛的轮船 越行越远 尽力挥舞手臂 道别的舞女阿勋 最终成为每个读者心中的 模糊而美丽的剑影 我曾听过这样一句话 所有自传都讲故事 一切作品皆自传 伊豆的舞女 亦没有逃出这个定律 说来也巧 今年也恰是川端康城 诞辰120周年 再回看这部 川端写作生涯的名片 又是不同的感受 无论是伊豆沿途的风景 阿勋其人 亦或者那种 内心迂回的暗勇 都与川端康城 19岁的伊豆之旅 密不可分 而山口百会 便是阿勋最好的扮演者 1959年 生于东京色谷的山口百会 有一个敏感的身份 私生女 在自传里 她曾写下这样一段话 我不知道自己 究竟是在何时 何地 怎样出生的 我没有像世间一般的母女那样 母亲会对孩子说起 生你的时候 这类话语的记忆 我没有过 在山口百会的童年记忆中 父亲这个形象始终是缺位的 她没有骑在父亲肩上玩耍的经历 跌倒时也不曾有父亲的庇护 一直以来 都和母亲以及妹妹 过着清贫生活的山口百会 在少年成名后 却得到父亲对这段亲子关系的认可 当然 只为敲诈勒索 而山口百会的态度 亦令人琢磨 在当时尚属传统的日本社会里 她宁肯家财散尽 也要彻底和父亲割裂关系 这个年轻女孩对情感关系的认知 对安全感的渴求 以及其本身忧郁早熟 却不失清纯的复杂形象 或许多和她的成长经历密不可分 舞女阿勋和她有着 如出一辙的复杂内在 这种相似使得她成为导演 奚合客气心中的不二人选 川端康城在描写这个 衣豆的舞女时 曾写下这样充满感情的句子 一个裸体的女子 忽然从昏暗的浴场里 首先跑了出来 站在更衣处伸展出去的地方 做出一副 要向河岸下方跳去的姿势 她赤条条地一丝不挂 伸展双臂 喊叫着什么 她就是那舞女 洁白的裸体 修长的双腿 站在那里宛如一株小梧桐 我看到这幅景象 仿佛有一股清泉 挡地着我的心 我深深地叙了一口气 扑哧一声笑了 她还是个孩子呢 如今很多人再看到这样的文字 脑海中浮现的 或许是山口百慧 年轻时的笑颜 以及那标志性的虎牙 即便赤身裸体 也难掩一身纯情 不见任何肮脏 而在阿萱一派天真烂漫之下 也藏着她的伤心和苦楚 一个生活在底层的舞女 居无定所 四处漂泊 遭受旁人异样的眼光 时不时还会碰到客人的轻薄和侮辱 就像川岛向旅店店主问起她的去处时 店主只是轻蔑地说道 哪儿有客人就住在哪儿吧 这样的舞女有爱人的权利吗 即便她的内心 远比那些衣冠楚楚的人更于纯洁 但这个社会 天然地在阿萱和川岛之间 进去无法跨越的沟壳 川岛没有勇气突破 她已早早认定了这种命运 小说的结尾是两人的岸边相送 但电影的最后一个镜头 却是跳舞的阿萱被罪汉所轻薄 她的未来是肉眼可见的悲哀和无奈 川敦康成曾说 她写《伊豆的舞女》 是怀揣着对爱情的感谢之情来写的 戏里阿萱牺牲了自己的纯洁爱情 戏外山口百会却抓住了爱情 阿萱因何爱上了川岛 小说里始终飘荡着若有若无的情愫 在一个乞丐巡回演出艺人 禁止入村的年代 川岛是难能一见的平等待她的人 没有高高在上的联系 没有好奇打探 更没有轻视和鄙夷 舞女对自我的保护 在川岛纯粹的好意之下逐渐消融 青春之下 有什么不能相爱的理由 而也正是这部戏 十五岁的山口百会 得以与饰演川岛的三浦友和结缘 我曾看过文章报道两人相处的细节 说在还没有那么相熟时 山口百会曾因过度疲劳 而在车里倒头就睡 路过的三浦友和谈息一声 还睡着呢 真够可怜的 累坏了吧 朦胧之中 只有这句话留在山口百会心里 年少成名 担起家庭的负担 山口百会纵使众心捧月 却不曾有人发现 她光鲜亮丽背后的苦楚 不曾有人心疼 她超出年龄的成熟 直到三浦友和的出现 在随后的六年时间里 他们又继续合作了 诸多电视剧 电影以及广告 荧幕里 荧幕外 浓情蜜意 1979年的新年 两个人前往夏威夷度假 三浦友和向年满二十岁的 山口百会求婚 她给出了她的答复 也提出了她的条件 要是结婚了 我就不工作了 这不单震惊了三浦友和 即便今天 很多人在崇拜女神的爱情 都为她的选择感到莫名 如日中天的事业和婚姻 有冲突吗 山口百会的思想观念 为什么还这么传统 放弃一切去做家庭主妇 真的值得吗 这要搁在如今的 网络世界讨论 尤其在女性主义崛起的今天 难免会遭人诟病 是一种堕落 而山口百会 又是如何回应的呢 我认为妇女的自历史 她活在世上 能够深深懂得 什么最宝贵 她可以是工作 可以是家庭 可以是情侣 这也可以称之为 精神上的独立吧 我绝不以为 非得到社会上活动 才能算作自立 而她与丈夫 三十九年如一日的 婚姻生活 有过低谷 有着媒体记者 无孔不入的窥视 有着旁人 不怀好意的揣测 但她照片里 始终微笑的脸庞 也验证了她的选择 她的观点是正确的 有些人终身会去 试点童年的伤口 困在过去 重挡覆辙 而有的人 则看到了人生的漫漫 治愈儿时的创伤 只用努力幸福就好 一斗的舞女 是很多喜欢日本文学的读者 心口的白月光 阿勋挥动手臂的画面 在脑海中久久不散 那种生离的哀愁 是每个人都曾体会过的无力 而现实生活里 川岛却与阿勋 突破了重重阻碍 将一生紧紧缠绕 正因怀揣着 对爱情感激之情 而书写的川端康城 最终也促成了这对 似水情怀的爱驴 莫不是一件幸事 好了 今天的话题想问问大家 你心中的神仙爱情 还有哪一对呢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里留言哦